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欢迎仪式 之后和亚基罗三世举行会谈 今次亚基罗三世率领200多人访问 有一半是菲律宾商界人士 将重点放在拓展与中国的贸易和投资 菲律宾官员表示 两国将会签署达70亿美元的合同 和签署六项协议 菲律宾传媒又引述当地外交界人士说 近期引起两国关系紧张的南海问题 在议程上只是占一小部分 不过南海主权争议不断升温 中方亦都多次重申拥有南海主权 有分析就说亚基罗三世 在向中国提出经济要求的同时 难以回避这个敏感问题 而亚基罗三世 早上和副总理王岐山 出席中非经贸合作论坛时 王岐山亦都表示 中非双方应该继续加强 在东盟与中国等多边框架平台下的沟通协调 王岐山又提到中非双方要积极落实新签署的中非合作五年发展计划 争取2016年双边贸易额超过600亿美元 亚基罗三世就在轮团说 菲律宾开放门户给中国商界来投资 旅游、旅游、农业和基建项目 并指一定会得到公平对待 在北京期间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将会分别会见他 除了北京之外 他还将会访问上海和福建 会见商界人士